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下的波度 还有渴求 就 子羽还没成就 要仔细心语 心性上的语言 心语就没有什么渴求了 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的表达其实是渴求一些 通过交流 其实更多的是欲望的渴求 你要说出来 说出来 让你达到我要的 其实理论上的交流 当然是也有子羽啊或者 但大部分平时的很多 我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子羽是不叫的 尤其头脑绕歪歪的 其实修子羽蛮好的 就是觉得 哈哈 自己 就很快的就是转圈的头脑 就修一段时间子羽 我自己想 你其实适合修子羽 但是不要憋坏了 但是不要小说又憋在嘴里 这个气出不来 那就难受了 那就会伤 至于有不少吃鞭条做的 清净 就是六根啊 清净啊 至于六花也是多 就是七小好的 包括我还碰他们啊 他们说好疼 我说怎么可能那么疼呢 就是那个劲儿吧 它没地儿出 我说话没地儿出 你的半天都暖和了 所以自己那边 紫手 你的手也紫了 正深正义正眼 有点要紫 一旦做行为上呢 有点阿罗汉的那种气概 不能嘴巴都说了 也就是乱断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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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全局有的时候是无聊嘛 玩的 瞎闹 你无心不代表别人无意啊 你瞎闹 是不是 人家不能卖闹 我来个叫声 不是跟你来的 是小时候一直爱闹 爱闹 少女一样 两个人爱少女 动手都叫玩 爱捅一下 弄一下 说你也是 他们惹我 一直 我是忍十次完了 还以后 像换个毛这样 每天牵着我好几下子 我就不理他 阿胜啊 嗯 是你看你那样子 他就想掐你 他咋不掐铁的呢 你要真正的 他就不掐你了 就是 一看就是张毛豆狗的 想盖点啥的时候 他就掐你 看毛眼睛那么厉害 好大 你要不掐毛豆狗 老老实实撞点他也不掐 还是挺难的是 我使不上劲 看自己的毛病吧 就使不上劲 你破的是分别执着 不是毛 不是你那些状态 你始终还是没搞对 你倒是心冷了 但是男校女校破了 很重要的哦 对你 有时候有些东西破一个就行 破了 就是刚才说的嘛 不用破很多啊 不是每件事都破的啊 你破一个就行 你破不了女校的时候 你就放不下情指 你知道吧 每一个人修行 生生事事 他是有缺口的 他要在这块破完 你就是生生事事 你就破不掉 那你破不掉 因为你的 你知道女色 就是男女校啊 男女校 因为你的男女校不破的话 你的情指有一个女校是挂钩的 女色挂钩的 这样呢 你会 他就是两个互小切子 你就是说 因为你的情 情指是在 就是在意识里面是很美的 知道吧 情是很美的 就是我 因为你的 你的情不是说完全是 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 你是一种很 是一个很崇敬的 很圣洁的 一种很专注的一些东西 那么如果你这个美的东西 跟女色一挂钩 你知道吧 在你这儿就是个矛盾 一些破女校男校 然后你的情指就了了 因为情是跟外物挂钩的 它不一定要跟女色挂钩 但如果你跟女色挂钩 以女色作为主要的话 那就是你就觉得有欲望了 知道吧 那你的情一个欲 你始终你就堕落了 等于是从情节堕落下来 知道 对你来说 这一块破不掉 始终是个障碍 而且始终 你永远别想 有任何一个女人 会满足到这一块 满足到你那个脸的那封情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满足 这世界不可能有的 我告诉你 那是你的一个想象里边 境界里边的东西 所以你这一块 先破男女校开始破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 不代表不让你结婚 不代表不让你搞对象 什么也不代表 但是如果你从男女校下定决定 你先破的话 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可能就破掉了 知道吗 男校女校你都不着 然后破完以后 你翻过来再看你那封情 你知道你那就感觉 你一旦男女校一破 你翻过来从一块石头上 你能看到女性的温柔跟妖娃 你从石头上就能看到 不一定是从女人身上 那个时候情就是情了 知道吧 外物多有情 那就叫菩萨的多情 而不是只是在女色里边 你的欲望就开始轻易了 你就开始就无欲的东西了 无欲的时候 你就开始六根清净 没有欲望的时候 情不怕的 你六根清净 那那个情就垂了大情 就不会执着了 知道吧 这块情就不伤害你了 否则那块情一定会伤到你 只要你跟你的欲 给女色挂上 一定就伤害你 你不破这块 你精神你就完了 你精神都想扯到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贴十年的 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那些东西 你精神要是想解脱 扯到可能性不大 我告诉你 你要从这边走 先从这边破了 然后呢 从这边这样走的话 你就解脱了 你最缺的就是这个 不找男女像 还咋破呢 男像女像 平等啊 如果有女人坐在你旁边 你感觉跟一个男人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是找了 如果一个你很喜欢的女人 坐在你旁边 跟一个男人坐在你旁边 你感觉不同 就平等嘛 而且女的 不管长成什么样 坐在你旁边 你都一样了 不管是个女的 坐在你旁边 你都感觉平平的 一样的 跟是个男的 坐在你旁边 没什么区别啊 身心如如不动 身心清静 是个女的 坐在你旁边 不管她长成什么 天女也罢 骄扰也罢 魔女也罢 天女也罢 只说什么 有气质也罢 没气质也罢 你不管 是个女的坐在你旁边 你心如如不动 男的坐在旁边 如如不动 OK 差不多了 先从这开始 这叫女色男色 这叫从色相扫铺 这个还没动你 其他的呢 不是是你缺这一块 你知道吧 你补课就要补这一块 你这块没劲 停止没劲 但是这个对你不是那么难 只都是 因为女性的这一块呢 对你是个很美好的东西 但是呢你一进去 你又觉得受伤 你一进去你就觉得很脏 我都说过说为啥变扭 你变扭是因为你心性上的东西 你觉得它会染灼你 并不是女性上的 是你的心 我们受染灼了 你自己心里面有欲望 那就叫染灼 自我的欲望染灼了你 所有永远对质的是 你内在的东西 而不是外在的 其实跟女色女相 都一点关系 是你怎么把内心里面 那些染灼赶紧洗了 然后你的情就不再受伤 那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 看上去都在欣赏了 男人女人就是一座山一个水 就是水就是草就是花就是油 但并不是说你从男女里看见花 看见不是的 是你内心深处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真的是 天打地打 那真的是你的情无处不在 都不重要了 你随便飘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你 你如如不动你不着想吗 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 渴求个啥了 这个三界六道 这个这是欲界能给你啥呢 能给你个圣洁的东西出来 你别忘了你在欲界呆着 你要不破情欲 你怎么能够出欲界啊 你在欲界呆着 欲界能给你个圣洁的女人出来 我就是每天 如如不动 插觉你内心的每一个微妙的细微的变化 插觉你的渴求 插觉你想在这个世界要的东西 如如不动 你永远在 因为你是担心嘛 你一定在渴求个什么 好 插觉到那个渴求 那个渴求是自我的 那是欲望 很快就会 因为这个用不了多久啊 你只要插觉到了 把它摁住了 知道吗 很快就会没有了 很多人是 他上次都渴求不断的开花 不断的开花 他没完 他就一次一次 他不会去摁住 他去修正他的 修正他 知道吗 修正你那种渴求 你在这个三界 无所得的那种 本来就无所得 无所舍 你渴求个啥呢 但是修行 我不能 但是这个一点 不像你将来谈恋爱结婚 不是说不让你 让你去结婚 但是你一代把它扰住了 你就可以了 你跟一代你取了谁 那就很好了 你才会保持这个婚姻的举爱奇眉啊 什么就是古时候的 你随便做 是吧 相敬如宾啊 什么那些东西都可以做到的 有什么呢 或者是你去 你会真的是 会做得很好 你要是没有欲望 你体育这一块 你没破镜 你做你也可以 你有责任感 这个男人也可以 但是呢 你真的有些辛苦 你那样做 虽然不能保证 你面对一个人 三十年以后 你看着他还那么好看 还那么舒服 还充满了机器 怎么可能呢 你盯着一个人 看三十年 你试试 我觉得那个人 那个佛呢 那肯定是成佛了 每时每刻活在当下 他才能那样的 这个对面那个人 才能给他新鲜感 否则他怎么 他如如不如 他情欲 他是个凡夫俗子 他怎么能盯住一个东西 你得盯三十年 他还那么对他有激情呢 很快就解脱了 他在其他 以前任何多修正的基础上 已经快走到这一块了 这个真挺的好严 不是 你不要认为 你每天都不一样 你在修行 你每天都不一样 一定要每天活在 大家认为 你每天都不一样 而且 秦子这块破的时候呢 他最怕的是一种 因为我 为什么今天提醒你 他最怕是 把心变成枯木 就是枯木 就是从事没激情了 就是要去枯材似的 要么就是冷漠 最怕这就是走了齐楼了 就是休息 要破齐子 你还又不能冷 还又不能变成枯水 一台死水 要么死水 要么苦木 要么冷了 冷漠 这都是不对的 这都是不对的 是不着想 还多情 这个就很难的 就是说 宇宙一切都有情 就是 看着这个杯子 你也能够 跟他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 这个生活才有趣 就是你跟一个杯子 也可以谈恋爱的 就那种感觉 所以你否则这个世界 不成定恢爱了 恢爱了 人没气 那不跟草木完食了 所以你要把握中 这逐渐这个度 就不要他冷 还不要他热 还不要他哭 还不要他死 还要不动 还要不着想 他可以了 你慢慢来 就是那种 打拳的 不丢 不拿 就那种 不可拿捏了 会轻轻少 对 都是一直 就被自己的心态 保留的那种状况 那就是说求心 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 放在很渺小的位置上 你才渴望 渴望求别人的理解 和服 帮助 别人的爱 或者这些 但是你不能把自己 安住在空 如来的 无所不能 宇宙合一的状态 在无所不能 那种有力的状态上 那时候是没有所求 所得的 那个时候就 就无畏了 到那种无畏的状态 一旦察觉到自己那些 我从生的渴望的时候 把它放弃掉 把它放弃掉 然后如若不动的安住在哪 知道自己的强大 就是无处不在的 跟宇宙合一的 没有什么东西不在你里面 你渴望的是幻境 渴望的心也是 一直在幻境里面折腾 导致出来的那种喜气 看看自己在渴望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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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是合一的 你就不会孤独 不会寂寞 不会觉得无理 但这个需要修到一定时候 再这样子安装下来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单一的渴望 是很多杂念 都不知道自己要啥 好像啥也要啥也要 要无所谓 当修到很清静的时候 你很清晰的知道自己要再渴求 就是好像很单一 就是我就是很深入 里面只有一个念 只有一个渴望 一个呼唤或者是什么 所以直接放下就行 直接放下 因为那就在那里 就在哪里 就找到就在你那边 另外是一起打破另外的障碍 或诸相的障碍 你跟别人的障碍 因为我想一个他想的 这就是障碍打破 否则你永远是一个人 只要那些有恒生的渴望 有活化 一定是你 你不会真有空心 所以一个人在虚空 就算你跟宇宙合一 你都是孤独的 那些没有渴望 就不再有恐惧 也渴望成道的心 随着你的修正 你会进入宇宙 就是说心里边 它不是冷漠的 也不是温暖 它不是冷的 也不是温暖 对你应该它转化成一种力量 就是你不要认为 它是温暖的 或者冷漠的 不住冷漠 不住温暖 不是什么也没有 当你不住这两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要是保佑情的话 那种了无挂碍的力量就出现了 没有恐怖的力量就出现了 只要你内心生存没有很深的渴望 你就绝对不会有恐惧 清这一块破了 你就很厉害 但真不是破的 真不是你以前的小程的 假如说你临清去的那种破法 就是这样破 这块如果你看破了 你破了破了 正如 那你就很厉害 没有东西能够触动 尤其是在你心中最美好的东西 连这一块你不能转化成力量的话 你还有什么恐怖 请不吝点赞 t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